10月8日 九位现身的日本演员 孙普友和出现在电影 惠子宁视宣传活动现场 已经70岁的他 虽然头发花白 脸上也有很多皱纹 但身形依旧是挺拔 魅力不见当年 孙普友和孙春帅气格子西装 发型还是和当年类似 印象中他的发型多年来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电影惠子宁视 是由三宅畅指导 《暗警学奶》 孙普友和主演的剧情片 讲述的是 聋哑之夜拳击手惠子 与盲人训练师 屏幕之间的故事 活动现场 孙普友和被问及 在他的成长中 是否有人改变自己的人生 孙普友和表示 在自己高中时期 就是因为受到摇滚 岳大师兼好友 季野轻质郎的影响 才开始演艺生涯 如果没有遇到他 我高中的时候 就不会加入乐队 也就不会成为演员 孙普友和出生 1952年 1972年开始演员的职业生涯 1975年 凭借于山口百惠 一起主演的电影 《一度的舞女》 获得第十八届 日本电影《蓝丝带奖》 最佳惊人奖 这之后 他凭借着高超的演技 和帅气的外形 很快红遍整个亚洲 乃至全球 提及孙普友和 人们自然第一时间 就会想起 他的妻子山口百惠 当年曾普友和 是公认的男神 而身口百惠 则是公认的女神 俩人拍摄 《隐斗的舞女》 是殷气生情 金童玉女般的恋情 在当时引发了 极大的轰动 俩人联媚主演的 《血仪赤》的系列 《晕之恋》 《炎之舞》等经典影视剧 都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身口百惠》 出生于1959年 比曾普友和小七岁 其在歌坛和影坛的名气和影响力 毫不逊色与丈夫三浦友和 除了是日本影坛剧情之外 也是70年代日本唱片 销量最高的歌手 遗憾的是 《山口百惠》在21岁 事业正值顶峰的阶段 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出演艺事业 1980年《山口百惠》出版了三张唱片 并拍摄了隐推纪念电影《古都》 当年10月5日 《山口百惠》举办了她的最后一次演唱会 会上发表隐推宣言 现场《山口百惠》和歌迷都哭到气不成声 同年11月19日 她和三浦友和举行了婚礼 婚后全心全意地相复教子 除了出版自传《苍茫时分》 以及在2003年 由某公司推出的 纪念出道30周年专辑之外 则未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 可以说是退出的十分决绝了 今年6月份 有媒体罕见拍到 《山口百惠》和长子三浦友太郎 以及儿媳穆野 游衣同框献顺的画面 刚刚升级做奶奶的山口百惠 脸上带着灿烂笑容 喜悦完全藏不住 三浦友太郎透露 对于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 山口百惠而言 她非常高兴 家里迎来了小孙女 在宝宝诞生之前 她就亲手缝制了被子 精心准备了礼物 63岁的山口百惠 完全素颜 打扮得非常的朴素 除了略显发福之外 脸上几乎是看不到皱纹 还是很显年轻的 气质也相当不错 三浦友和和山口百惠有两个儿子 张子三浦友太郎 出生于1984年 她遗传到父母的高颜值基因 目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2020年三浦友太郎 比与自己小两岁的日本歌手 穆野游衣结婚 今年3月份两人官宣 喜得爱女喜讯 四子三浦贵大出生于1985年 职业饰演员 虽然她的五官更像妈妈 但颜值算不上帅气 在日本的名气也很一般 三浦贵大 女装扮相 最近几年 偶尔会有网友偶遇到山口百惠 只见她始终都是非常朴素的造型 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最近多年来一直有人要证金邀请她付出 都被山口百惠坚决地拒绝了 而三浦友和至今仍活跃在影视圈 去年上映的电影《唐人街探3》中 她与林木宝奈美一起亲情出演 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合真的是郎才女貌 也算是神仙眷里吧 他们两个人虽然说年龄相差了几岁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是白头盗老 而且山口百惠现在确实是老了很多 但是她依旧是非常的慈祥 也很端庄 只不过就是体型有一点点发胖而已 相反 三浦友和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还很时尚 虽然说已经70岁了 但是有了白发 她反而看起来更加的成熟 也很老烈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让观众看了都羡慕 从照片中能够明显发现 山口百惠确实是老了许多 脸上已经有了许多的皱纹 但是依旧是能够感受到她的慈祥与端庄 她就算是年老了 依旧不会丢弃年轻时候那样的气质和体态 虽然体型已经有了一点点发胖 但这也是遵循了现实 能够明显发现 三浦友和70岁居然还这么帅气 虽然脸上能够发现 她也有很多的皱纹 老年般也不少 而且头上已经是满头白发 但尽管是这样穿上西装 她依旧是帅气的和年轻时候一样好看 整个人流露出一股阳刚之气 照片中的三浦友和穿的是这件西装 搭配着一条黑色的西装裤 整个人非常的帅气 西装革履的模样 感觉她整个人都是文质彬彬的 难怪他们夫妻二人已经结婚多年 从未吵过架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温和 所以两个人相处方式也是比较的文艺 照片中山口百惠已是满脸皱纹 而且整个人的气质真的是没有见好 但好在穿衣打扮比较高级 能够明显发现她的衣品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就算是年老 也依旧是能够感受到 她年轻时候那样的文艺气息 山口百惠穿的这件黑色羽绒服 搭配着一条黑色的裤子 虽然这套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一些臃肿 但不管怎么样 她整个人的状态还是比较端庄的 整个人随意地站在大街上 也不会觉得她俗气 反而会让人觉得她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山口百惠穿的这件黑色条纹衬衫 也是非常端庄时尚的 就连她微笑的模样都觉得 她是夺目的甜美与美好 在照片中能够明显发现 她确实是发胖了许多 但是能够感受到 她对生活的那种乐观和态度 是比较积极的 山口百惠就算是老了 但是她穿衣还是比较端庄 上半身穿着一件黑色衣服 搭配黑色的长裤 也是非常的时尚 在这边也不会觉得她老 更不会觉得她老气 只会觉得她更加地会穿衣和打扮 这叫享受生活 虽然夫妻二人都已经老了不少 但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永远地相互陪伴 有人说无论男女 人老后没有气质 主要看仪态和打扮 的确有道理 慧川能拉高你的时尚品位 保持仪态 避免你弯腰驼背 各种邋遢的形象 笑好这两个关键点 三浦友和都这么优秀 如今的三浦友和 不只是长相帅 举手投足之间 都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绅士 一直坚持锻炼 不断地增强肚子里的墨水 保持好最佳的状态 无论是穿着西装 打领带 还是休闲服饰 都是气质满满 依旧让人眼前一亮 这也是为何 她面对身材发福 布满皱纹 白发苍苍 却唯一不见油腻感的原因 反而让她显得更加成熟 沉稳 有气质 最重要的是 即使山口百惠如今微胖 成为低调的大妈 容貌不在 她依旧是爱妻如初 而且与山口百惠 两人一直都是时尚前沿 尽管山口百惠已经不出来 但她们都是时代的记忆代表 好了 今天关于山浦友和的时尚造型 再次结束了 看完不由感叹 山浦友和这也太有责任感了吧 真是儒雅 睿智 帅气及一身的男装 童话故事里的男神 厚德在乌啊